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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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用 建西保斯瑪庫斯部落的 民眾民族特定區計畫 他的完整的案例 但是是用來講 我們國土新化州的 民眾民族特定區計畫 我用他的背景 他規劃的日程 他的計畫成果 以及參理式規劃 以及5 這一次的關鍵 那以及 如果在部落進行這樣的參理 尤其是基於人機法 那麼他其實是有一些投入機制 那就順便給大家一個基本的認知 那最後用一頁的方式 其實我主要是要強調 在現行台灣的空間治理層面 很多的重要的計畫 因為 並不重視溝通 那這個溝通用另外一種語言 我們說叫做參與 因為溝通的層面是複雜而廣闊的 如果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議題 複雜的計畫來講 那他就有多層面的參與 事實上目的是要達到溝通 台灣的原住民 佔大概有五六十萬人口 那這個是在統計上 當然這建設到這個學員怎麼認定的問題 這個我們就排除佔不認 那他幾乎就是佔了台灣 大概百分之三點四左右的比例 那包含了官方認定的十六個族群 有七百四十八個部落 這所謂七百四十八個部落 也是政府認定的 那裡面有很多這個部落選人 或者是他的這些複雜的灰色地帶 那只要不是官方認定的 目前暫時不放在我們這個數字當中 裡面涵蓋了三十三個 是這個三地的原住民鄉陣 那有二十五個是整位在平地 那總面積在台灣本島土地的百分之四十四 他所分布的面積 那當然這個也是在認定的大人類的 其中有很多捉不清的灰色地帶 那原住民族的這個 這一次的特定區域計畫 因為針對的是土地 所以我們就得很簡單的回顧 而且必須認知到台灣自從一九八四年開始 原住民族就發起了螃蟻土地運動 那這個當然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就是 到底誰是原來的主人的這個議題 第二個就是這個螃蟻土地的運動 不純粹是誰是主人權利的問題 也包含了在一個漫長的年代裡面 於是遺經了各種不同的政府的治理 不同的治理 那他們的面對土地的方式 包括制度各種的措施 基本上是一段的一再的剝奪掉了原住民族 他原有應該存在的生活方式 所謂生活方式是一個中性的語言 可是從另外的角度講 就是剝奪了他的生存權利 那後面就會牽涉到這些事情 那這樣的一種 從原住民的角度的不正義 因而在環摩土地的這樣的運動當中 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立場 那這些勢力在全台灣很多地方都發生 我就不依依經典了 但因為我們這個特定區域計畫 後來的第一個案例 是放在斯瑪庫斯跟正希堡 這一個 尖石後山的深山的地帶 所以我們只舉兩個例 讓大家看到 就在這個範圍裡面 就有非常助人的事件 那一個就是發生在斯瑪庫斯 這個斯瑪庫斯就是黑暗部落的斯瑪庫斯 但是等一下我講來 斯瑪庫斯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黑暗部落 也就是到現在為止 全台灣或甚至世界 大家都很夯的跑去而已 那目前基本上 斯瑪庫斯從黑暗部落 直到今天他基本上是一個 比較共產 用這樣講比較 比較共產經濟 部落經濟 他不喜歡用共產 對 共享經濟 是一個共享經濟的一個部落 那麼 那斯瑪庫斯在2005年 發生的舉目事件 從一開始的被判 一直到這個抵抗跟訴訟 部落發揮了各種的不同的行動 一直到五年之後 被判他是沒有罪的 那這件事情變成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 也就是說 這個代表原住民部落 非常多的案例 是不為人知或不被掀開的 一種污名化的一種狀態 那當然 不然 部落能夠走完幾年 達成這樣的結果 同時 也對外表現了 部落其實是有主體一致的 他們有自己的看法 而且也可以有所自信心 而不完全被一個巨大的國家的體制 或制度 所全面的壓制 那也就是部落是可以做點死海 表達出他們真正應該的立場 跟身舉狀態 正希堡 正希堡就是我們後來這個首例 最後完成去計畫通過的這個地方 這個部落 那當時曾經在2014年發生了這個紅派森林盜墨事件 那這個盜墨事件的過程中 部落跟林務局展開了各種的互動 那也包括了社治管治管卡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用來宣示他的主權的一種直接的行動 後來還立約立世 而且形成中間也有一個和解的過程 那部落之間的誤會已經和解了 爭議以及和解的過程 後來當我們聽到了這種過程 包括和解的過程 其實當時聽的時候是挺太懂 當我們後來深入的跟部落互動 而了解了這個部落的知識之後 才發現有所謂和解這件事 和解是一種特殊的一種過程 就是一種敘事 互相回追過去的誤會 以及期待未來的一種過程 而不是一個法律的對錯的判決 這樣的事件 那這個經歷 這個故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也就是說原住民族 他們對於事情的認知跟處理的方式 也就是原住民文化 確實跟我們漢人或是現代法治的 觀念的文化是不一樣的 那不論如何 環窩土地 以及它的具體的事件 以及為何環窩土地演變得那麼的劇烈 歷經二三十年 一直都沒有停止 在原住民部落 那有很多的勇士 是持續不斷的 那何以如此 其實背後是有這樣的原因 那我們面對這個 原住民族的土地問題 當時還有一個時事 也就是說在102年之前 大約102年左右 那時候李鴻元任內政部長 那當時呢 李鴻元就是很有魄力 那很有志氣的一種顯現 一個師盛的顯現跟人格特質 因此認為台灣的這個國土計畫 一直都推不動 必須要給予一個有進度性的一個突破 當時甚至設下了這個年期 那當然就是後來一再的突破 但是呢 國土計畫就成如剛剛主持人所說的 其實它需要處理的其中一個議題 就是國土保育的相關的土地範圍裡面的 更嚴謹而正確性的 其實就是要嚴管的意思 那尤其是在100年到1002年那期間 台灣其實初次的感受到極端氣迫的嚴重性 也就是在那幾年裡面有好幾次的災害 那麼其中有一些災害甚至衍生了 像清淨農場的那一代 就是要嚴加取締的聲浪就很強 在這個中央政府 那當然取締到最後結果如何 那要是另一回事 但是如雷立峰形式的 也就是說 這整個這樣的一個大的趨勢之下 國土計畫對於生態保育的這些事情 被大大的凸顯 那我們看到這圖上 整個中央山脈保育軸其實是更大 它是胖胖的 那其實完整的覆蓋了大部分的原住民生活的領域 所以它是一個有人在上面生活 可是它是很少的人 那與生態保育的訴求 它的議題疊合在一起了 那這張大家自己看看 那這個題目呢 就是在102年那左右的時候 國土計畫面臨的一個大題目 另外呢 當然也有一些民意代表 中央級的民意代表 就大力的這個趁機 就大聲的激呼說 如果你沒有解決我們原住民的土地的問題的話 那國土計畫我們就不會讓你過這樣子 到底是一個政治的語言 還是是一個完整的為原住民訴求權利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檢查的 因為這樣的戲已經演過好幾個四年了 不過當時又再度起來 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是本案的源起 因而就有一個名字叫做 北泰亞原住民族特定區域進化的這個規劃 被說出來 意思就是說 那你就先處理一下我們泰亞族吧 那先解決一下我們泰亞族 那泰亞族很複雜 南童那邊都是很多的族群都混聚在一起嘛 好好好那就把南童刮掉 那南童刮掉叫什麼呢 所以就叫做北泰亞這樣的說法 所以有一些人就不太理解 為什麼一定要稱北泰亞 是有一個這樣的緣由 那也跟這個中央山脈跟原住民的疊合 跟當時的一個 極端氣候的衍生的事件的壓力 國家的空間治理 張與不張的這樣的一個當時的時事有關 但是如果我們細看原住民族 他們的真實的生活 進入到他日常生活的場域 然後來觀看所謂合不合理 對原住民切身的部分是什麼 我們稱有一種叫做合理卻不合法 比方說他裡面 部落裡面每一個人家家戶戶有房子 但是行之有源之後 他這個族群繁衍 所以每一個人那麼小巧的土地一定是住不下 他只好把他的房子擴大 那但是國家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房子不能那麼大 因為建幣太多了 那他慢慢的更新 他房子就變得比較高 可能變成兩層樓 那所以呢 這一類的事情變成實質上 就不符合原法規的期待 但是另外一個更嚴重的是 是一個人為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的相關的法規 就需要去登記 去申請使用執照建造等等 那麼我們住在深山裡的這些原住民 而且高度的這個人口移出的狀況之下 甚至多數的原住民的部落 都是已有很多的 那麼他怎麼去申請這樣的見識照 那於是他甚至還要去花錢請人去申請見識照 所以大家就只好把這個事情擱著 因此經我們查高比喻的部落 乃至於多數都有百分之八十 甚至百分之九十九 甚至百分之百是建築是不合法的 那這個建築的不合法衍生很多的問題 包括我們在後期 因為各方面農漁業都摔腿的狀況之下 政府就推行說鼓勵大家這個農漁業六極化 那他就要變成餐廳民宿了 所以他不能登記餐廳民宿 也就像是這樣子的 那因此就影響他的新的發展 現代這個發展 所以這種困境呢 滿至於以黑暗部落的那個司馬庫斯為例 因為黑暗部落的司馬庫斯 假如小孩子要走出來 那麼他的下一個部落就是正希寶人 那麼他開車大概要一小時 如果走路那就可以想像讓自己的手法 還要下山更上海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不可能受教育的狀況 於是乎黑暗部落的正希司馬庫斯 就在他的部落裡面呢 他還建了一個小學校 就是部落學校 那這個部落學校呢 因此由於這樣子的一種法規全面性的 跟部落之間的不能調節性 使得黑暗部落的司馬庫斯 也不去申請見識照 所以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是非法的 我們等一下所看的那個正希寶案例 正希寶的學校也是非法的 他也沒有見識照 那所以就是非常誇張的一個地步 你說居民沒有見識照也就罷了 那個學校也是 好 那這種合理卻不合法呢 還有一個非常凸顯的事例 就是原住民其實在傳統上 有我們所謂的輪根或燒根這樣的一個習俗 那這個輪根或燒根的習俗 基本上是一種跟土地生生養養 種作之後輪換另外一塊地 那麼在原來的土地上開始種植樹木 所以它是一個跟環境共生的一個舉措 但是這樣的一個措施呢 從漢人的角度 從知識分子的角度 從環團的角度 基本上完全的認為他們是在破壞山人 所以就形成了兩種認知的差距 兩種認知上的彼此的不了解 那當然在法治上面呢 也認為那是不行的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或者是比方說 他們呢可能在一個小於 其實是山坡地大於30%的坡地上種東西 那它種東西它一邊輪種種菜 但同時它也種樹 樹都把它包圍起來 因為它的面積每一個都很小 那麼但是呢 如果你去檢查的話 它就不合法 就被開單了 那原因何在 因為那個30%的坡度用的 是面積是很大 去平均算起來的 可是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的規模 是一個非常細微的違地形 所以兩件事情在法治上 跟它實質的行為上 兩個是鬥不起來的 那這類的事情呢 其實從來沒有被細究過 那但是他們必須依照剛剛的法規 那另外一種 我們稱為叫做合法卻不合理 那我想就講簡單一點好了 因為我們非兔土地 就是有開發許可 所以呢一切都不行 誰也不行 但是你開發許可 只要通過了就是行 那多數就是哪一種人 就可以取得開發許可 那就是某一種 我們稱作有利人士 那因此就取得了開發許可 不管它是哪一種理由 哪一種原因 哪一個管道 它只要送件 那它就取得之後 那麼這一類的開發許可 而形成的多段式相對大規模的 這種生成的機制的這種使用呢 它就延伸到這個部落的領域裡頭 那延伸到部落的領域裡頭 不純粹是強土地的問題 它另一個方面就是水源的爭奪 等等的問題 以及由於這些開發展 而所形成的這個山坡地 或者是水土保持 而造成的一些這個災害的影響問題 那所以受害的其實是造成衝突矛盾 要面對這個矛盾跟衝突跟害處的 其實就是部落 所以你管住了誰 一樣有法規管住了誰 那哪些是又沒有管 所以這樣的一個不對等的 我們稱作是不公義的一個情形 就這樣產生的 存在了很長的年代 所以總的來講 其實它是現代的法律跟制度 對於原住民的政治社會文化 其實是產生了一個矛盾衝突 脫節的一個情形 為什麼牽扯到了文化 因為土地的使用 甚至包括對於他們的狩獵採集都有限制 這是他們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土地制度 土地管理 直接影響到了原住民族的文化生活 那因此也直接影響到了沒有文化 文化被喪失 文化被有缺了之後 部落的這個存續就會產生問題 所以土地問題衍生了社會跟文化的問題 當然這整體來講 所要算計的原住民的權益 就有有形的跟原型的 是層面非常之廣 但是在這個狀況之下 它跟這個自然生態敏感區的充電性非常的高 所以到底要怎麼面對 那這張錶是我們曾經依新竹的兼十前後三為範圍 整理出相關的法令制度在上面的作用力 那我們就會看到有了剛剛的議題之外 同時它是一個法令重疊管制很嚴重的一個情形 法令重疊管制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所不管是農業 原民經濟部環保署內政部的各個不同的法規 它都有它的執行體 它有它的事業目的主管機構 比如說風景觀 國家風景區等等 他們的法令制度其實是層層疊疊的押在這片土地上 如果你要開解相關的法令制度 那就不是一個單位可行 所以你要說服所有的單位 所以從這裡你也可以發現 另一個參與溝通的必要性在哪裡 它不是只是在部落內部做參與 它必須在相關的部會當中取得理解 然後願意來共盟這件事 所以它的挑戰是非常高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不要講到要修改這個土地法 我們任何的事情只要跨大會要合作 正向合作都難 更何況要改掉人家 所以面對這個原住民族土地的這個問題 基本上具有的轉型正義的這個題目 也同時是原住民的社群 它跟三菱守護這件事情的關係 要重新把它建立起來 也就是原住民族他們跟土地 跟環境共生的過去 在未來是不是能夠延續下去 那來對應到我們的國家政府 對於三菱的管理一直都成效很差 所以到底是怎麼管理 是用一個制度來管它 派很多人去很行手人去管它 那個林務局派更多的什麼隊去管它 可行的還是跟部落共和來做這件事情 以及事實上在國際上全世界都在追求探究原住民的生存智慧 尤其是它跟環境共生的智慧 認為這個是環境管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我們右邊這張圖 其實是產自於正大的人類學人 叫做關大偉 他自己是泰雅族人 他花了很長的時間做泰雅族的研究 這張是他畫出來的 是對於土地使用的智慧 包含著他們如何面對水 如何面對土地 那如何在生產中 同時在管理跟維護 同時在維護土地 在照顧土地 我們從他的 透過關大偉教授 還包括馬上在一起 我們認知到 原來原住民的智慧裡面 至少泰雅族 並沒有管理土地這樣的自由 而是照顧土地這樣的用語跟概念 那在這樣的一個照顧土地的 土地利用的一個過程中 同時反映了他們的攝取關係 也就是他們如何共享資源 如何分配他們從土地環境取得的資源 那個分配的邏輯等等 所以土地並不是一個可使用不可使用 可以這樣用那樣用那樣用 不可以那樣用那樣用那樣用的一種管制的規則 而是一種如何共取 如何跟他共生 如何互相回饋 以及如何互相分配 如何付出完這個照顧的那一份動作的一種 社群網絡同時並同在一面 好 那我們的整個這個計畫 其實是花了五年的時間 那有三階段 那第一個階段呢 其實是在它的名字 原來叫做北太亞原住民族土地使用 即阿拉巴巴 那也就是我剛剛說的原期 那這個當時被視為是一個政策研究的規劃 那這個政策研究的規劃 當時是這個銀建署的城鄉分署所執行的 那希望能夠變成一個政策研究策略的提出 但是當這個計畫完成的時候 銀建署的中紀組 他們是在主辦國土計畫 那因為他們在後期就被找進來開會 於是他們就眼睛就亮起來 因為他們專門在處理國土 那而且包括921等等各種的救災 就面對了很多民族民 做了很多的事 定了很多為了救災而要做的法規 或者是為了 火土計畫雖然還沒有完成 但是各種相關的環境議題的措施的定定 他們就發現每一個定定之後 實施不到 這是他們說的 實施不到兩三個月 他們就發現自己已經做錯事了 但是事情已經定了 然後就發生了 也變成了我們現在一個一個 正在進行的這些相關的內容 那他們就感受非常深 那他們感覺到似乎這個計畫的成果 是有嘗試人的可能性 於是就把整個計畫對接到這個中紀組 那麼由中紀組 依照這樣的一個大方向來進行政策落實的法定計畫 因此就在這個時候 把這個北太陽三個字給刪掉了 就把它變成一個全國的原眾民族的 特定區域計畫的一個政策版本 那以這個作為拍板 然後進行落實系的計畫 這個計畫進行到105年的年終結束 那之後呢 又有第三個計畫 那這個第三個計畫 選擇了第二個示範計畫 那也就是南三部落 所以這個是正希寶 那這個是正希寶加南三 那正希寶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階段就是在進行 把這個草案轉成法定計畫 要進入到區域計畫的這個審議程序的工作 那在這期間呢 也歷經了我們的這個法治的一些變動 當我們開始 案子開始之前 正好就是全國區域計畫實施 把特定區域計畫納入 那同時就準備 為了要對接國土計畫這個說法被說出 那於是到了第二階段的時候呢 那個國土計畫法在105年實施 也就是在我們的計畫完成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國土計畫實施的時候 那當我們的這個正希寶的計畫 通過區委會的時候 同時也是 差不多就是全國國土計畫公告 是次月就實施了 那在第一階段 但其實有幾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策略 針對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剛剛我們說 原住民族其實是有一個反我土地的訴求 當我們進行特定區域計畫的規劃 政策連理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遭遇到的就是 我們面對的所有的原住民族 能夠說話的人 不是一般民意代表搞政治的 就是一些異界領袖 也就是長期的異界領袖 只要他們一站起來 就是台大城鄉離走 意思就是我們就是政府派來了 又要來了 又來搞我們了 你們中華民國政府搞得還夠嗎 那現在到底要來練什麼把戲了 除非你爬我土地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的這個 原住民族領袖要求的是 不要跟我搞那種小鼻子小眼睛 一些這個小動作了 你就直接就是讓我們原住民族 原住民自治吧 你如果要談原住民自治 我們再來開始 所以音樂故事 怎麼面對這個問題太複雜了 那個溝通的過程非常的複雜 那我們就跳過 那總之呢 重點就是 最終在這個政策研究的規劃 定案的時候 零件署接受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們的政府是這樣的 我是零件署 我只管土地 我只管空間 不要告訴我什麼叫自治 那個不是歸我管的 那是民民會 連民民會都搞不定的是 我零件署怎麼搞 因此當我們在搞這個的時候 連拔上了他們都質疑了 對 一旦把我們搞了這個 原住民族特進區計畫 好像我們大家都被收編了 然後又不給我們自治 對不對 那我們到底要高興還是不高興 還是我們回去之後 要被我們所有的人都罵死說 你把我賣掉了嗎 對不對 那所以當時的這件事情 其實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是非常困難的一個工作 而我們就是三面不四人 多面不四人 連他們我們跟他們之間 都是一種緊張的合作 又出途矛盾的關係 既共同關係這件事 但是又互相踩住了一個線 在溝通 就我們這種警力團隊都這樣 那政府更是了 政府都很怕我們把它賣掉 出去都隨便亂講話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對啊 你們台大城鄉不是都站在 你若是那一邊嗎 那所以也對我們很防備 那於是但是不論如何 我們不管怎麼樣 最後的開版就是政府理解並接受 說我們的原住民族的特定區域計畫 它是從空間來進行原住民主體的治理 空間 用這樣一步一步的同時混動原住民族 主體的治理的共學 這個共學不能在部落講 也不能在原住民的這個 這個自治室的面前講 怎麼叫共學 我們本來就是集體自治的 集體共治的 但是但是於是大家終於也接受跟相信 原住民族在歷史歷代的這種剝奪 跟有區的狀況之下 我們原住民多數的部落 其實也已經失去了自主管理的一種經驗 逐漸在喪失中 因而確實是需要一個過程 這個狀況取得了這個原住民族的領袖 以及這個政府兩邊的了解 終於因而定定了這樣的一個認知 就是以原住民族自治為最終的面景 那現階段它是一個空間的一個治理 那這個空間的治理呢 應循原住民族的傳統的精神 那是以部落以家為主體 第一個集體就是部落 所以以部落為第一個層的這個自治體 或者是主體性 那另外以部族來講 民族來講他們有一個民族立會 那麼中間由於原住民族的這個遷徙 跟這個部落的分布等等狀況 是跟著水這樣走的 所以呢是有一個猶豫 這樣的一個構圖體的形成的可能 那比較容易想像的是前後者 那中間呢這一層就要看狀況 來適度的來整合 那整體來講 是以部落自治體為原則 來運行他的公約 或者是他的部落會 同時呢 讓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這個在政府部門 逐漸來接受說 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從第一階段來實施的過程中呢 是跟現行的土地使用管制來接軌 逐漸的當全國區域 全國區域計劃 跟國土區域 國土計劃慢慢的接軌起來 所以一旦計劃成立 那他等於就是計劃核定的意思 類似這樣的意思 然後在國土計劃還沒有成立之前 他就跟這個現行的土管去做溝通 不要等到國土計劃公告之後再寫 而先跟現行的土管機來接軌 那然後慢慢的再對接去計劃 國土計劃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直到最終那麼不斷的滾動 那形成了一個氛圍或者是一個新的社群體 那就能夠形成一個比較更具體的主體性 只要形成具體執行性的部落 它就形成具體性對抵協商的一個實質的一個運作的可能性 那這張就是剛剛主持人所說的這個計劃的關係 那這計劃的關係尤其是在當時的第一階段的初期 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讓這個特定區域計劃跟這個當時力量最大 是國家公園 它的載制度最強 它基本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互動溝通的一個對象 然後再跟相關的縣市的權責執行的相關的體系 再往下形成上下的執照的關係 我們的第二個階段其實就是第一個落實性的案例 那當時呢前面所講的這個 的這一張有三層級 那當時在營建署同意了一個全國性的特定區域計畫的推動策略 是從部落開始的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決定 那通常大家就在想 其實這個事也是辯論了很久 大家一直想不到特定區域計畫就是很大 那不少的原住民的代表人他們也認為 那要弄就弄一個我們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嘛很大嘛 不然你騙我嗎還弄一個小的 但是也是一個複雜的溝通 讓大家必須知道要形成一個完整的大的特定區域計畫 可能會像國土計畫一樣 自暗難形 於是一跳就30年40年就過去了 因而我們必須要用混動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第二階段呢就選擇了這個正希堡 選擇位屬於泰雅族的正希堡跟史瑪庫斯 那這個史瑪庫斯用另外一個語言 官方的語言叫做星光部落 那這個正希堡 曾經我們稱這個地方叫大正希堡 那有一個正希堡部落一個星光部落 大家他們不喜歡這個名字 總之呢就是一個相關的部落領域 那一個是裡面包含了兩個小的部落 一個叫正希堡一個叫斯朗普斯 他們可以形成一個共同理系的一個狀態 那它位於一陣新竹縣的監視鄉 人口不多不到五百個人 大約一百戶左右 那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到它跟水庫 以及集水區等等的關係 那我們進入部落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必須要做調研 那調研有二手資料的調研 但是我們更重要的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去進到部落 從實際土地跟環境 以及當地的人來學習 顧貨的知識 那因為它是處於泰亞 所以稱為的啦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原住民族的 原住民的知識的專家 包括花藏 他們就對我們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他們是我們對最先導的報導的人 也是我們的接下來 住在部落的直接報導的人的點線 同時也是我們的翻譯 同時也是這個 我們的領務人簡單一點講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是花了非常漫長的時間 那也必須要面對旅人的障礙 要面對天后路途的擾演 我們在宜蘭我們去一趟 在一趟路這樣單趟 我們就要五小時至少 那公里有時候是必須五小時 因為你只要跟部落的人約好了 都說好了 再怎麼樣發生時不適 你都要上山 即便是很可能你遇到的是上山之後 很可能那個召集人 他的女兒生病了 他就帶他的女兒下山了 嬰兒就沒有人召集了 所以其實你落空了 但是你已經到了 嬰兒你就必須要重新安排你來了 你要開始做別的事 因為你已經來了 很可能我們就做拜訪 特定人士的拜訪 做另外的動作等等 所以他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一個過程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也讓我們從一開始的時候 是集體 他們不是一個人要幫他們趕走 我記得我們到正希寶 第一次見面的那一次 我們在他們的部落吃飯的飯堂 然後大概至少三十個人 然後圍了一個圈 跟我們這樣面對面 然後講了非常多的話 然後有一半都是用泰雅語 意思就是我們聽不懂也沒關係 然後就是很嚴重 很那個 然後一邊訴說他們的過去 一邊訴說他們的立場 可是總和來講就是我們不信任的女孩 雖然沒有用罵的用膽的把我們趕走 但是意思是差不多 從那樣的一個狀態 慢慢的形成一個大家互相信任 那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 這樣的一個一萬分之一的模型 發揮了非常重大的功效 因為 用模型他們可以面對著他們的土地 而且這個模型不是只有這個圓寶地 是整個圓寶地都包含在裡面 所以很完整的讓他們能夠 請齊心把他們能夠想談的事情都 談出來 於是乎我們想知道的透過一個良好的 正確的好的提問 因而各種的做規劃所需要的相關知識 也同步能夠把它浮現 那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共同建構 規劃的基本失事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最後是把所有的這些在地圖上 在模型上標的東西建立成一個 最後都轉匯成GIS 各種不同的圖層 然後等等 那同時也標示了他們的派兒語 那這個也是打上他們給我們很大的幫忙 如何標記所有的這些正確的標記 做紀錄 最後轉匯到GIS上面 來列成我們的這個規劃的基本圖子 同時我們把我們所理解的事情 把它轉成各種的土地使用的模式 從泰兒人的角度來講 他們是講了非常多的故事 但是從我們規劃的角度呢 必須把它變成我們的土地使用的管理者 製作的建立者等等的人 他們可以聽得懂說 那就是一種土地使用的方式 那有機會反映在某個法規 它是對沖的喔 或者是它可以調節的 我們需要把它變成這樣的東西 所以就變成需要有一個轉譯的過程 透過圖說來轉譯 以便能夠離開部落之後 跟我們現代體系的各種的制度 行政知識的融合者做溝通 那這些相關的這個 得到的知識量非常的大 那我們逐漸的它形成了一個土地 這個應該就叫做正希寶人的 土地使用的知識的一個網絡 那它是每一個都是一個網絡 然後都有它的內容 然後彼此環環相扣的關係 你會看到它非常的有趣 它從以土地照顧為核心 它包括了生活面的 那環境面的 以及生產面的 那每一個面向呢 它都有分享 它都有使用 然後它都有如何的去觀顧它 那同時呢 有互相的共同享用跟管理的機制 反映在它們的社群關係裡面 那同時我們就開始建置更細的投資 來反映所有的這個模式的關係 這個是在山坡地上 它們的融耕的使用的情形 那用來跟我們所有的人覺得 這個百分之三十不可以用 那它們是怎麼用的 大家來看一看 這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不要不做抽象的這個辯論 而是直接來看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圖上的說明 那我們在這裡特別要講的 營建署一直到我們特定區域計畫 應該是第二階段草案完成的時候 那要宣布完成之前 也就是我們的計畫 要在營建署做草案核定的時候 在那之前呢 營建署上山 那個時候整個計畫已經執行了將近三年了 營建署第一次上山 因為草案核定之後 營建署就要變成計畫的提案者 把他送進都委會 他要開始轉制成法定計畫文件 然後送到都委會 所以他變成我們的規劃 作為規劃者我們退到後端 後端他們扶到檯面 當他們要做後端的工作之前 他們才進到部落 所以之前的一切全部都是靠我們的 整理做溝通 因為他們是沒有現場的 不在現場 為什麼不在現場 因為到了現場他就會壞我的事 因為他們會講錯話 對他們本來無心的 可是就會講了一個習慣性的說法 然後民眾民一聽就想把他打死了這樣子 那本來是本來他也沒有意思 可是這是一個慣性 但是一個思維 一個文化 一個慣性 一個認知上的落差 那當然也包括了政府 這反政府 因為部落他們只要一提到政府 就說那個他們中華民國政府 他們中華民國政府 所以因此我們就跟民建署達成了一個默契 就是沒事他們不要進場 好這樣就是事情才不會搞砸 那麼於是當他們要第一次進場之前 其實做了非常多的磨練 就是我們也變成了一個類似便利單位一樣 就是這種事可以說 那種事不能說 這種事要這樣說 這個是要說 但是這個字也不能講出來 因為這個是我們漢語溝通的字眼 如果在原住民這樣講 你就是在歧視他 那你就完蛋了這樣子 下面講的就都毀了之類的 好 那凡史種種的在整個計畫過程中 其實是一個綿密的複雜的一種溝通 那因為太複雜了 所以就不訴說 我們只被看到一些工作的樣態 第一個要說明的就是 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啊那麼漫長的四年半將近五年 你們你們又那麼遠在宜蘭嗎 那你們怎麼去維持維繫你們跟部落的關係啊 用一般的說法就是你們怎麼維繫你們跟社區的關係這樣 那麼我第一個一定是回答 我們整整的四年半將近五年 我們沒有在社區辦過一場活動 我們沒有辦活動的 沒有 我們基本上就是把所有該按照規劃 一般的規劃步驟 正常的規劃步驟 就沒有產品的規劃步驟 全部排出來 把議題排出來 把相關的要溝通人排出來 然後就照本宣科 當一般規劃要取得這個答案的時候 那我們的步驟有兩個 一個是先期預設規劃 就我們專業者要先理解一下 到底有什麼事要做 大體是這樣 然後就進部落 然後要透過跟部落合意達成那個結果 然後再進到下一步驟再來 基本上是這樣 那你就知道有多麼的困難 因為部落不見得願意來跟你看 所以你就要去解決他不來怎麼辦 因為你要他來 所以你就必須要用各種的方法跟他互動 以至於他來 所以包括你要跟頭人聯繫 你頭人就說好了 然後頭人說好以後他又把你爽掉了 然後下一步久以後 你又都打電話找不到他 於是你又要再找另外一個人 不得已的時候你就透過說 我去限定調查 我去測會啊 我去做環境觀測啊 於是一個一個訪談各個來擊破 那有的擊不破沒關係 再留下一次再擊破 或是找他來跟他談等等 所以他是一個不斷的解決 規劃過程中的溝通所需要的一切的動作 而完全沒有辦任何的一場活動 那包括在部落裡面如果發生了大小事 有一個重要的人曾經跟我們合作了 但是他家產生了變化 那我們一定到的 這時候我們不到 那但是到了以後 不是只是去參加那個禮 因為我們都到了啊 所以還是要安排有事要做之類的 那大概就是一路這樣走過來 那在這過程中 因為我們是按照規劃所要走的流程 再做跟部落互動 所以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就是 到底裡面有多少規劃課題 我們要預理 那我們預理之後要透過前期的互動 又調整規劃課題 然後就要開始按照規劃課題 繼續排公共會議 所以每一個跟部落的人 不管是個體或者是集體 小群或大群擴大參與 基本上都是為了要談成每一個議題的對話 那而且我們預設的議題 由於跟部落的不同的層次的對話之後 會影響我們的議題談的先後順序 跟必要的談法 那大概就是重點大概就是這樣 以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而有非正式的討論 然後正式的擴大的 部落的每一家戶都得拍個代表來的那種 部落會議的討論 所以有各種類型的討論 那透過這樣的過程形成的草案 到了第三階段的時候 一方面我們在進行南三部落的新的規劃 二方面在協助退居在幕後 協助這個文件署進行把草案轉成這個法定的文件 那不管是草案還是法定文件 基本上這個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然後在司馬庫斯為例 基本上融合了 融合了土地使用的現況的議題 融合了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參議室的規劃 以及各個相關的法令重疊管理 因而必須協商的整個過程 那這些加起來的各種的動作 然後來面對 一定要解決原住民族的土地使用的不合理的限制 也要面對它長遠永續的環境保護 也要面對它附落發展 還是有未來性呢 不能停留在過去的使用呢 那麼這個願景何在 那這個願景不能違背永續的環境保護 那而且這個願景要能夠在性行的土地的制度面上 能夠落實 那同時要能夠先接國土進化化 那這個表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個就是在行政協商 那我們整個的過程 在進入多省 就進入區省 進入區省大會之前 大概行政協商有四五次吧 就是把所有相關部門的人都找來 行政協商有四五次 然後同時在區委會之前就有小組會議 小組會議也開了五次 所以有將近十次的 把各部門都找來協商的過程 所以光是這十次也就知道 比方說選阿羅加農園 他就得一直出現 比方說 那更不要講圓民會了 圓民會是會協辦理單位 那包括農委會的禮物局啦 退府會啦 什麼各種的 你可以想到的單位都必須來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 說是一個溝通協商也是一個共學的過程 那裡面會產生不斷的辯論 因為大家對於原住民的認知 落差都非常大 所以甚至是像打架一樣 就用給大家來打架 常常在使用激戰 激戰 那麼但是因為銀建署的中紀組 已經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他已經融入了這件事 他已經遠然變成了原住民專家 講的比較這個低調一點應該說 儼然變成了正希寶專家 好不好這樣至少這樣 比較誠誠一點 那麼因而他變成了正希寶的護衛者 因為在行政行商的過程中 主體不在我們是單位 所以是銀建署在對他們 所以過去的三年半 我們跟銀建署的工作 不只要反映在計畫內容 也要反映在日後銀建署要面對 那麼跨部會的壓力 他們都是平平單位 誰也不甩誰 那甚至有的就是財大氣粗 像你說那個國家工人 那處理哪些事情呢 以土地治理及精英管理為這個最重 重頭 帳篷啦齁 裡面有加強保育 合理使用的要合法 不是全面合法 合理使用的要合法 那這個就有沒有 那部落的人一定是說會不會要合法啊 而且基於部落政治嘛對不對 誰敢說誰不合法 你要合法我也要合法 可是就是有一些不行啊 你看連這個都在溝通裡面 變成一個艱難 理論上是一個艱難的事情 那但是就是要有答案 你不能腐欄 你不能是沒有價值的 如果這樣也端不出檯面 到最後你不會被各相關單位共識 我看環團會出來打人對不對 那同時有成長管理 那裡面呢就包含了水源災害的 合法使用的鎖定了這三個最關鍵的 那有彈性指引的分配原則 以及各種的東西 那這裡面都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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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必須要進入到協政協商 好 那麼太亞這個正希寶跟史馬庫斯呢 也就是正希寶跟星光 的這個計畫的主要構想大概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有一個很重要 為什麼那麼嚴重 因為喔 老實講 我們在計畫的過程中 久不得不面對呢 所有原住民嘴巴講來講去的 什麼智慧啦經驗啦對不對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坑學性的見識 那個敏感地區啊 光是敏感地圖就是七八種八九種 那個蔡媽在嘛對不對 你台灣制式的敏感地區敏感地圖 就有大概八種還九種吧 你只要把它疊上去 你就發現哇完蛋了 正希寶料千春這樣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麼於是呢 我們從計畫之初呢 只要開任何的會議 不管什麼會議 那會可多了 各種專家專家諮詢會 在顧問會然後審查會什麼的 要通過各種不同的檢視嘛 各種人都被找來檢視嘛 那麼初期 前兩年辦吧 永遠在面對議題說 啊這個沒解啊 這是怎麼解 這是根本就不能助人 這應該要走人才對 我們想完蛋了 弄明明要弄一個好事 然後結果就被挑出來 針對性的說他該走 於是我們就是出自下策 我們把全台灣原住民部落 全部都給他套一次圖 真的我們就做了這件事 就是我們真的就把它套一次圖 然後我們就發現 幾乎大部分都被走了 所以呢 那你說營建署不知道嗎 營建署當然早就知道啊 只是你也只能說事情多嘛 所以說不放心 沒有辦法放在心上 那我們可放在心上 因為我們得針對這件事情解決嘛 我們就當著他們的面說 這個整個套疊一下齁 幾乎大部分的山地部落 通通得走人這樣子啊 那營建署就說我們當然知道啊 你不要再講這種話了 那可是可是又說哪種人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 就是說你難道要因為正希寶 這件事情被演你 就變成要面對我們的多數的山地部落 都不能做這件事嗎 那如果你不能面對 那你也不知道 你到底要拿什麼態度面對正希寶 所以這一件事變成一個核心的一根尖刺 要被迫面對這一體 所以既然如果你財政上政治上 各種的原因都無法承擔要他們走人 你就得拿出一個土地治理的新方法 就是這麼簡單 那麼所以我們提出來的那些融合格格的 等等的那些才有了被迫有的對話的空間 所以這也是專業者有時候必要的一個動作 你不能強勢的要他接受 但是你一定有一個關鍵的那個點 那個點是具體而清晰的 那除非他真的以後要這樣面對全台灣的動作 那否則不能面對那就表示正希寶 你也得好好用一個對的方式來面對 所以才有機會來討論相關的一些事情 那 好 這個大家看一下 好 整個正希寶的構想呢 大概有幾個點 因為我講 我們把它濃縮簡單化 也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我們把它的現代生活的場域界定起來 當時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爭論 因為從正希寶的部落的人來講 當然特定區域計畫 你又要解決我們的問題 你就解決我們傳統領域啊 就是我們整個部落的傳統領域你都解決嘛 那我們該住的地方 該發展的地方 什麼的 然後該保護好來談啊 但是整個傳統領域那麼大的山林 我們多能狩獵 對不對 我們也不能採集 這是什麼 我們的生活是不完整的 所以要來就來談傳統領域 但是這個事情在存在於整個零件署 跟這個部落的異想之間 爭持了很久 那最後透過我們規劃單位的一種參與的過程 也就很難去說明了 是怎麼弄出來的 於是乎大家共識說 既不是陷在元寶地裡面 因為 銀建署本來是說 特定區計畫就管元寶地就好 因為我們銀建署嘛 我們就是管那個開發不開發嘛 所以那個齁 允許他們建築的那個地方啊 就來管那裡就好了 那部落呢是認為應該是傳統領域 所以最後我們取得了一個不叫做折衷方案 而是說我們部落的人生活在這裡 我們一天的生活範圍 那部落的人說啊我就是白天到那個周邊嘛 好我們去狩獵啦去放養蜂啊 然後我一天可以回來看到我老婆這樣子 這樣這樣的一個生活範圍 就是一日生活圈的概念 那麼在這樣的一日生活圈的概念裡面 其實也很合理的可以想像 他們的居住他們的採集他們的放風 他們可以照顧到的水源或者是水汽 取水等等的相關的環境 包括他們要經營部落旅遊等等 能夠關顧得到的相關的一個範圍 那同時去紙面化的寫出傳統領域的實質意義 雖然他不在特定區域計畫的範圍 但是在特定區域計畫裡面 肯認傳統領域的存在跟意義 那同時呢去檢視跟部落的長老去檢視舊部落 也就是他可能是不在這個元寶地 他可能是在元寶地之外 或者是現在並沒有居住的地方 檢視他區位上以及實質條件上 有機會作為預備發展地的位置 那這是有意義的 因為早期他們依照傳統知識選址所在的舊部落 其實是反映了他們的環境知識的 那因為種種的原因而被限制圈在我們地方的居住 所以現在回頭重新去重視他們的這個傳統知識 當時的選地 那作為之後的預備地 那麼正希寶他是原住民部落裡面 少數人口成長的部落 原因是因為他在過去十年裡面有一定的人數 相當一定的比例的人數 開始把他們的這個農業有機化 那有機化之後呢 透過他們自己的網絡 以及大家各路的這個專業相關的專業 對他們的重視而形成了一個還蠻不錯的 一個產銷的一個流動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這樣加上因為有這個檜木 所以發展生態旅遊 所以發展生態旅遊 使得部落其實是一個人口成長的情態 因而當然使他們的建築 家屋的建築以及墓地等等就不夠了 這個就是那個成長管理區 也就是備用地的需求的主要的名物 那最後定著的功能分區 包含四個顏色 那藍色就是水源保護區 橘色就是災害管理區 黃色就是居住跟農跟生活區 粉色就是成長管理區 然後綠色就是自然生態發展區 那裡面有一個清楚的原則 那我就在這裡不用語言說明 我只說明的是說你現在看到的 災害管理區橘色 他們原來通通是農跟區 跟他們原來都是屬於這個 居住跟農跟生活 使用 如果在原來的話是居住使用 跟農跟生活使用是容許的 但是在討論的過程中 決定把它化為災害管理區 原因是因為你如果去現場看 那個頭管永虛 但是現場以及他們的生活經驗的災害時 你就發現其實那裡是不應該做這個使用的 所以直接就把它化掉了 當然是經過討論的 那麼因此這個成長管理區就扮演了兩個功能 一個是剛剛說的聚落成長所需要的 第二個就是這些被化為災害管理區 他們的權益要把它補回來 但是當時的共識是怎麼補呢 如果我農跟一公斤 我可以二分之一過去那邊 就是損失自己的權利的方式 獲得一半的補回 這是當時的這個討論 然後呢 就在這個計劃的形成的過程中 他們就開始造零了 他們已經開始自發造零 那所以概念上是這樣 在水源保護區是發生了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們要求要比政府的水源保護的管制更嚴格 那於是呢 就在各個會議中包括在大會中 形成了一番的 那怎麼會這樣 啊他那個齁 就已經是我們全國最嚴的規定的保護了啊 我們就說 所以他們就直接把它劃除 就說這條不要討論了 劃除這樣 我們會要單位馬上跳出來說不行劃除了 你一定要有這一條 那為什麼很簡單 那個保護要確保連政府都不可以 不經過部落允許來使用這些水 包括啊 你不能把這個水權撥給有利的申請人士 因為太多部落是這樣 那個水權移轉到不當的 其他的路數之後 連學校都沒水用的部落是存在的 都可以到這種地步 所以大概是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麼目前這個計畫的推進呢 是5月24號通過的嘛 那預定當時是市長親自主持 那他是宣布說一個月內由內政部會同 因為他是兩個部會會賢的一個計畫 那所以一個月內兩邊他們就會承報行政院和被實施 所以時間快到了 那同時呢 次長他在106年年底的時候 他就勒令民建署的建管組跟水利工程處 要一起去會談 他說呢 雖然建管跟水利工程下水道啦 什麼公共設施 他不屬於圖管處理的範圍 本來不在特定區計畫要管的設裡面 但是你既然把這個地方畫成這樣了 然後之後等縣政府啦什麼啊 要來搞 很可能他就給你延遲延制 然後沒有搞 所以他就覺得這樣就做半套了 那乾脆這樣齁民建署建管組水利工程處 我們去會談 該有的這個公設 污水處理 嗯那個那個檢疫的 或者是生態進水事的都沒關係 那或者是建管 什麼是哪一棟合法哪一棟不合法 就要馬上就讓他合法化了嘛 這都要有行政程序的 本來是地方政府要辦的 他們就去做了這個先前的工作 那為了在做為什麼做這個事 是因為次長他在12月的時候 他親自跟這個 這個圓民會的這個副主委一起上了山 那有相關的落實性的配套工作非常亮非常大 那當時呢我們跟林建署兩邊的想法就是說 反正一條都給他漏 所有的全部都攤開來看 該做的全部都攤開來看 那就是每個單位全部都攤過一次 所以是一個等於是非常嚴肅在面對這件事情 就想說那於是乎就除了這些林建署 他後續要推動的以外 中央跟地方政府主要就是新竹縣政府 他該修的法就要修 該對接的就對接 然後依照選擇就有很多分工的任務 同時圓民會他就擬定了 民主民族特定區域計畫的推動機制的案 就要開始跟我們對接 而不能各種各的 那他們如果要通過的話 要關成案的話 也要會行林建署的 那同時因應後續破落計畫的 他需要做一些先行輔導 那可能在座也有一些民主民的青年就會知道 那破落每個破落狀況不一樣 那你一旦進入目落要做這個事 那這個怎麼辦呢 真傻眼 所以呢 林明慧就得做一些新起的輔導 那是否如何落實不知道 但是他們在會上是這樣的這些工作 那同時必須面對傳統領域的問題 那傳統領域講不清楚 方便爭議 那以及相關圖示的見字 各位剛剛看到的所有的圖 都是我們單位到現場自己用手畫出來的 就是比對空照片的很粗的 兩萬五千分之一的行照圖 的地形圖 地形測試圖圖 然後到現場 然後去細畫 然後才長出這樣的圖 這個就是剛剛主持人說的 那個圖資欠缺啊 不是只有環境監測欠缺 也沒有基本圖 所以你拿到那個很黑很黑的那個空照片 就要拿來做規劃了 其實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做不出來 所以呢我們是非常辛苦 也沒有多加一毛錢 然後就得搞這個事情 那但我們也不知道 後來圖資建制 會不會好好的這個 來的登上速度需求的來做 那有關部落參與的這個參與 針對部落參與 先不談話來問 就是部落參與的這個部分 其實這張我就不說了 我剛剛用嘴巴講的 就是那個用一層直排 我想說嘴巴講的還比較清楚 這個看了還有點頭痛 那麼各種的各別的拜會 然後部落會議 然後用傳統領域 跟大家講這個傳統的環境的經驗 它的背後就是環境的知識 各種的小型的工作坊 比較深度的七央房灘 或者是多次的 族人陪同的會攤 那以及他們也需要有願景 然後甚至呢這個 到禮拜堂去跟他們撞他 你不來我就到禮拜 跟你們去做禮拜吧 或者是到你家這樣子 那裡面呢就包含到 第一個就是 它是一個透過嚴密的 滾動的溝通互動 來整合部落的社群網 要把它網結起來 那裡面包括教會 通常教會就有派系 所以這種人跟那種人 就不能搞在一起 那你要慢慢的 還要把它給搞在一起 然後有村林 村林 那這個村他們是兩個林 正希堡和司馬庫斯兩個林 那這兩個林他們內部的 部落政治還不太一樣 而且尤其是這個 這個司馬庫斯也就是新光部落 是有點複雜 因為他們的旅遊休閒民宿餐廳經營 這比較多 所以這個就變得很複雜 那麼同時他們有協會 那有部落投人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中 背後都有很多單體個體 那每一個家族也不一定完全意見一樣 那有的熱衷有的反彈 那有的自以為是 有的願意溝通 那慢慢要把他們滾動起來 那在整個過程中呢 他就是一個螺旋式的一個關係 規劃者意見領受部落居民 那同時這樣不斷的搞來搞去這樣 來來來去的互相朝接 那 那同時呢 我們要集體的建構 這個規劃的基礎知識 那不能是個別的建構 比方說有人說 透過人類學士的訪談很好 你就可以做成一個知識的內容 可是呢 他講的他沒有聽到 他講的他沒有 我只聽到的就只有你 規劃單位 從我們的角度來講 事情是不能這樣搞的 所以你再怎樣都要想盡的辦法 讓他們都在一起 他講的他也在 他講的他也在 他可以反對他 他也可以互比他 他可以加成他 而在講的過程就共學了 所以我也跟他們學了 我們的團隊也跟他們學了 他們彼此之間就複習了一個 他們的集體的知識 他是一個再建構的過程 所以喔 這個過程我們認為是整個規劃的 最關鍵的一個技術 而且完全不能欠缺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整個這個過程 全部用嘴巴腳是不行的 所以那個模型 那個傳統領域 就變成有非常重要的能界 好 最後他要結束了 整個計畫形成有幾個關鍵 除了我剛剛說怎麼做參與 我們整理了幾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 嗯 為什麼我們優先選擇正希寶跟司馬庫斯 所以選擇正希寶跟司馬庫斯 好 就是兩個部落合體 是一個部落 就是一個部落裡面有兩個小部落 選擇這個地方 其實是我們有意的 好 那麼 包括這個地方 相較於泰雅族的其他的部落而言 他依稀還存在很大的傳統 他不是完全善失了 然後他有幾個核心人物在 為什麼這件事很重要 各位別忘了 原住民族特定區計畫 它是國土計畫的一環 國土計畫要做生態保育區的更加成管理 所以我們必須透過第一個案例 來證明 原住民族的經驗跟知識 對於圖管 對於環境是有意義的 透過這個過程 來說服我們的行政跟法治的執行體系 以及各種的這一類的知識分子 也包括環團 所以正希寶他們心裡很清楚 他們跟我們都站在一個非常險的一個境地 在走險 因為很可能呢 那個他的成功 就帶給原住民一個希望 打開了一條路 被各界認同說原住民族其實是可以參與共管的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原住民族 而且可以抹掉長期以來的那種 原住民就是環境破壞者的污影 像倒那個快木啊什麼 到底是誰偷的都不知道 就直接說一定就是原住民 那就是一個 類似這樣的一個經歷 讓原住民族跟政府之間的合作關係 跟環團之間的現任關係 取得一定程度的了解 他具體於什麼 具體於他的這個規劃的成果 剛剛看到的那個規劃成果 不是一個沒有基礎的東西 好 那那就建設到下面 如何從極端不信任跟對立 到部落自主的跨界共華 也就是以部落為主體 但是又跟各界來一起把這個事情討論出來 但是他的前期是極端不信任跟對立 我們選擇正希寶施馬布斯的時候 所有的委員 包括賈方業主都跟我們說 你別傻了不要做這件事 你不就是把你丟進去被人家打嗎 就起頭就難嗎 但是我們的看法不同 我們的看法是 如果正希寶施馬布斯 能夠建立起這個肯不信的話 我們有多少部落 他們都說 移來的那個金月部落啊 什麼各部落啊 都聽到我們在做正希寶施馬 他說你為什麼不做我們 到我們部落都不有問題喔 我們都會 我們都會 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不在這裡 因為整個的部落的行動的過程中 就是有很多這個衝突矛盾跟對立 那麼如何在計畫的起點 就直接踩到這條線 而且這樣他可以找到一個共鳴的可能性 那我認為是一個重要的起點 所以你會這樣選擇他 再來 所以這是正面選擇 這是負面選擇 如何面對部落內部的差異 欸對 他裡面是有一些傳統智慧的承傳者 但是部落的人很多啊 大家想的都不一樣 然後也有很多請發展的 對不對 如何形成一個共同的面景 那裡面就有很多磨合 那磨合有的是裡面的磨合 有的是利益的磨合 那這數不清嘛 於是乎要從這個內部的差異 一直到取得相對平衡 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共識 但是鄉人會活啊 鄉人會破落啊 然後大家就取得一個磨合 那有的是理念上銜接起來 有的是利益上的決定 如何從部落會議的機制 到部落族人的共識 表面上就是要開部落會議 但事實上要達到在部落會議上的 台面上的共識之前 是有非常多的溝通跟互動要做的 那那個部落會議只是一個最後的行事而已 凡事都要在部落會議再討論 那一切是不可行的 所以是有一個在這裡的關係 再來 泰亞民族議會在這裡代理的角色 也包括有一群了解泰亞族的知識分子 以及部落的領袖 作為我們的諮詢部門的角色 那當然一方面他們是 剛我說的部落知識的中介者 我們的平路人 但是呢 同時我要強調出泰亞民族議會 這個泰亞民族議會 是我們16個民族裡面 少數有議會的 泰亞族是少數有議會 就那麼幾個 投個子投訴不完 那麼有的還不太有運作 那有的剛剛成立 那這個泰亞民族議會呢 因為前期的環國土地 或者是這個馬告等等 都扮演的角色 那他們是有概念的 可是也因為他們努力的扮演角色 部落裡面的意見 也不是一致的 所以他們的身分也變得很複雜 那所以 但是呢 不論如何 泰亞民族議會 依舊是我們重要的一個 溝通的對象 那來形成一個 部落跟議會 兩個的雙向的這個整體性 那最後要講的是說 我們整個案子起點的時候 對 我們選擇了正希寶 就被人家打頭嘛 說笨蛋嘛 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不是只選擇正希寶 我們當時呢 我們的合約說 要完成一個部落的文化嘛 我們當時說 我們要揮發兩個 一個是正希寶 一個是史瑪庫斯 那個史瑪庫斯 不是這個史瑪庫斯 是那個黑暗部落的史瑪庫斯 那所有的人又混倒了 可是我偶爾沒有給你加錢 那你 你幹嘛這樣 那反正你就當我笨好了 那總之是這樣子的 一個議題這麼出口矛盾的土地 利益 嚴重攸關的體育 要採用 要討論出共識 彈何的意義 要嘛 你就是想 反正我規劃到最後就是 沒有共識嘛 不成 就跟我們同步規劃的 有一個流域型的特定區域計畫 是張學聖老師 那他的完成的時間跟我們一樣 就是閉案的時間 然後他完成之後就結案了嘛 然後就停了 所以流域型的特定區域計畫 就沒有效果 那我們也可以這樣 也是結案 也有方案 想法構想都很好 但是沒有辦法往下走 我們當然不希望這樣喔 既然都保不提案對不對 於是參與是沒辦法這樣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做兩個好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正希寶之前 已經把司馬庫斯的完成了 而且取得了部落會議的同意 只因為要進到第二階段之前 那個時候司馬庫斯呢 他那個幹部換成年輕人 那幹部換成年輕人呢 同步就來跟我們抱歉 他說我們的部落會議原本啊都沒有問題這樣 可是年輕人當幹部 那幾個年輕人的幹部呢 他們自始自為就是職業政府 跟政府合作 所以我們既然第一次換成年輕人 我們應該要尊重他 所以陳老師我們贊保 所以我們才開始出了正希寶 所以其實這個那個司馬庫斯的方案已經完成了 那這件事情我特別要在這裡說出來 就是說其實參與的過程 是有很多的不可預測的複雜的變數 好 最後就是公部門跟工號團隊跟部落的角色跟伙伴關係 那我剛剛依稀是有說了文字就請各位看 那主要就是在講 銀建署跟工號團隊跟部落來說的 那一些相關的政府單位 就當作互相共通影響的網絡就暫時不停 那你會看到在前期草案完成之前 其實都是以規劃單位為主 我們的主導性是非常清楚的 所有的議程 什麼時候進出或什麼時候要幹什麼 基本上都是原文的策劃 當然我們是有一個共同體 就是我們的顧問群 變成我們重要的諮詢的一個共同的一體 那但是呢 銀建署基本上呢 他們是不斷採取檢查的動作 因為一開始尤其是第一年半是沒有 將近第一案 第一案一直到第二案的第一年 基本上新人等是沒有建立起來的 他們是不斷的用檢查的方式對我們 那我們也不斷的用 要努力跟他們溝通的態度在面對 那一直到他們經過到 直到這個大概第二年半左右 所以到越來越到後面 就在共識上就形成了 那不論如何在草案之前 基本上是我們著意比較多 基本上是以我們為主 所有的生產 到了這個審議期間 也就是草案 開始要轉成法定文件的時候 法定文件就是由執行體驗單位轉的 那他們就開始變成主角 而當他們變成主角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檢查單位了 而林建署就甘願讓我們變成檢查單位 為什麼 因為很可能他們在轉譯這個條文的時候 會脫離跟我們的草案的原方案的精神 跟內容會脫掉 因為那個有理解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變成檢查單位 好像審查單位一樣 他們只要做什麼就寄給我們 我們就要看 然後有問題我們就要跟他說 事情不是這樣子 啊你如果這樣 那個部落就終了 那你這個要寫成這樣 這不然意思不對等等 什麼地方漏寫了這樣 那從某個角度我們也變成 部落的代言 某個角度 但其實不是 是我們兩種的這個角色在互換 你會看到部落他需要做的事情 那等等 那好 最後就是部落會議剩兩頁 部落這倒數第二頁 部落會議的辦理跟部落同意的機制 因為這是一個洞見沾關的計畫 那影響權益甚大甚重 所以漸行原機法二十一條 變成是一定要面對的事情 而我們也是以漸行原機法二十一條 而使得整個參與室規劃 有意的讓參與室規劃設計 設計 參與室規劃的方法 落實到非常的清晰 而且希望能夠被解讀 那他的每一個關聯性的效用何在 那 在這樣的一個 原機法的這個相關的條文裡面呢 基本上部落的這個參與 有兩件一定要的事情 剩下的就是我們自己發出來了 那一定要的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就是事情要啟動的時候 那要具體的要用部落會議的形態 讓部落知道說現在就是要做什麼 為什麼 就是不能欺瞞嘛 要公開這整件事情的原由目標目的 而且要徵得他們同意 而且是以部落會議的形式來達成 等到整個事情變成完成的時候 要代表部落的意思 這個方案說是部落的 然後要送出部落 不管要到哪裡去 要在下一步要進行 在這之前呢 要經過部落會議 那他要做方案的同意 那我們的過程是在幹嘛呢 我們的過程是在超越所謂的 規劃過程的諮商 而去履行一個實時參與規劃的過程 這樣 大概是這樣 那 嗯 那麼整個事情走完了 走完了 現在虛審會已經通過了 那即將進行更具體的 落實性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時候 其實還有一些事需要處理 比方說我們的成長管理區畫完了 那未來喔 我剛剛就知道講 像星光陌落 他當時就畫了一個範圍 然後就給他住這些人 你去看你就知道 那些人全部都住在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平台的三邊邊 其實當時畫要讓他們這樣住 本身就是一個不好的條件 再加上後來人口成長 那整個那個 在一個有山崖式的一個小平坦 地上擠得滿滿的 那個我們在跟部落討論的時候 部落都能同意 說喔 坐在這裡實在是不太安全 如果可以的話 我可以辦 當然要很信任之後 才能夠有這種內容喔 於是乎成長管理區的重要性就在這裡 好了 那有了成長管理區 誰搬啊 怎麼搬啊 搬到哪裡搬 那裡的那個空間的這個 墳墓啊 的原則到底是怎樣的 這個都不是特定區域計畫 那麼尚未的政策能做的 那誰做 一般喔 不會有人空做的 對不對 所以因此還是得做啊 所以很喔 比方說這個水源我們要更嚴謹管理 好啊 更嚴謹管理啊 我就說更嚴謹 那誰來監督 部落要有一個機制啊 他們那個主體性要發揮起來啊 等等之類的 因而 部落就開始要成立步履公約 管自己 他可能要有一個運營的這個 運營的機制 可能還要處理成長管理區的討論區 怎麼跟專業共作等等 那這類的事情 這些事都叫做 所有的區域計畫 區審核定通過之後 各政府單位都分道工 那部落也分道工 這才叫做對等嘛 部落要做部落該做的事嘛 對不對 那要不然 好 所以其實那個共學輔導機制 還是要繼續進行 那他才會完整化 那麼至於對於其他還沒有執行 而可能要執行的部落 那當然前期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要導入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本來是期許原民會要開始展開的事情 最後參與式規劃設計 在國家政策計畫中的作用 我們看到這一張 其實是當時這個正希寶 跟林務局 他們在處理這個社官卡的這個過程 從這樣的一個事件 演變到一個內部共譽 共覺 而且以部落為主體的角色 來跟跨單位部門做溝通 形成一個他們影響未來的 涉及法律制度的調整的一個方案 這樣的一個經驗 給我們應該是會有一些啟發 以及可以思考的 那這個就是跨單位在討論的時候 那部落的人都跑來坐在這邊 他們是練習啦 其實在跨單位協商的時候 連我們的部落都不能 不是重要講話的人 都是單位之間的 實在我們都在 那麼這種事情 看起來越來越被值得 也真的被重視 只是付不付得出 願不願意付出這個代價 那麼在這個正希寶的經驗 當區域通過 區域計畫委會通過的時候 然後因為內政博文件署 就發表的一些這個記者會 那以及對外公開的一些說明 在他們的用語裡面 他們是這樣講這件事情的 說我們需要這個計畫示範的 不是他的結果 而是他的過程 這句話非常重要 當然結果很重要 怎麼那麼重要 還要通過去 對不對 但在這個重要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的過程 他怎麼形容這個過程呢 他稱為叫做更細緻的規劃 更天地的規劃 用我的語言叫做過程跟結果 是本來很重要的 甚至說參與式規劃設計 他們一直說 這個案子是我們營建署 用參與式規劃設計 就這樣一直繞口可以講這個 我們營建署這一次 是用參與式規劃設計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呢 在這裡面 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就是對等對話 營建署專業團隊部落 專業團隊同時也要處責 部落內部的對等對話 他們有的聲音反應就比較大 是有馬上就知道 那我們不能只聽他的聲音 縱然他們是睿智的智者 和尬的成長者 我們也必須要把其他的多元意識的 把整合進來 達到溝通磨合的效果 最後才會有共同的答案 政府專業跟多邊的創合 那麼我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工程 那想像是這樣子 在台灣我們已經用掉了 至少兩期的八零八百一了吧 那當時說法就是總和治水 對 那我們可以盤點總和治水 有沒有成功萬分之一 但是八零八百一都會光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總和治水牽涉到的 全部都是私人土地的對不對 對我就不解釋總和治水的概念了 他就是一個另類的治水概念 他不是竹虹造蹄或者是抽水機嗎 他就是要整合一個河岸周邊的土地 對不對 讓他該治就治 該序就序 對不對 讓他從上沖下游都可以達到 序治虹的效果 不要讓所有的水都通過一條直通通的東西 全部都液到下游去 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這可是大理想的 但是完全沒有實現的原因 是很夠理解的 你怎麼可能叫那些提案外的那些農地 那田都種都種到貓堪地了 你要把他貓堪地討回來 都討不回來了 還要把河底打破對不對 這哪有可能啊 或者是說外面要變成一個治虹 類自虛虹去 所以看起來更不要講那個台北市 或是如何古虎圖的都更啊等等 乃至於有一些重要的都市場變更啊 都不容易處理 那這類的事情其實在現階段 我們都是關鍵的政策跟議題 那我想我們可以一起再來探討跟努力 謝謝